不能这么想 太偏激了 小姐 文字玉是每朝每代都有事 是每一个帝王对思想的同志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的先父是不是有反清思想呢 如果他有 他就该死吗 不是他该死 是他犯了大忌 也许有一天我们这个时代会进步 人类会走到一个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的时代 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时代 我的意思是说 文字玉的死难者 是思想的殉难者 是为理想而死的 看样子 你们一个个仍然对他死心塌地 因为在我们心里 也有一股正义感 就是这股正义感 让我们不顾一切地去救韩香 也是这股正义感 让我们不能抹杀皇上的好 皇上的英明 其实 皇上对小燕子真是宠爱有加 他明明知道小燕子不是格格 却依然对他视如己出 如果说 皇上使小燕子成了孤儿 可冥冥之中却有一股力量 把小燕子牵引入宫 让皇上成了他的父亲 这不是一种很神奇的回报吗 你的意思是说 让小燕子继续当他的环珠格格 让他继续把杀父的仇人当成爹吗 有什么不好啊 只要他不知道真相 他会做一个快快乐乐的环珠格格 只要皇上不知道真相 皇上依然会对小燕子宠爱到极变 圣子 用另一种形式 把这个血海深仇化解 你自己也说过 报仇不是你生命的主题 你也不会把小燕子 变成一个满心仇恨的人吧 是啊 所以我很矛盾 那么 这个血海深仇 要怎么办 你这个血海深仇 要抱起来 并不容易 万一失败了 又有多少颗脑袋要落地 包括被你救下来的小燕子的脑袋在内 万一万一侥幸成功了 你却杀了一个好皇帝 成了整个中国的罪人 你的家和国比起来 哪个重 二康 我不得不承认你的聪明 你的才智 你的观察力和说服力 让我自贪不如 钱能用你这样的臣子 是他的福气 可惜啊 他不知道珍惜 我就说不能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 跟你们相处久了 会忘记自己是谁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 人生最大的美德 是饶恕 谈这两个字好容易 做这两个字好难 我怕我没有这样的胸襟 为了小燕子 试试看